來自方 拔罐之後必吃補充好元氣 雷師傅 你剛拔完之後 你現在趕快要幫自己煮 對 好 我今天要做這道菜 香酥苦茶油雞 然後佐這個四層湯 對 這個四層湯其實還滿不錯 基本上來講的四層湯 我們在中醫師幫我們帶來 一些四層的一些好料 裡面有非常多那種四層湯 四層湯的一個配料 當然四層湯 我們一般在外面吃的話 都會加豬肚 加豬肚 我今天用的比較不一樣 用苦茶油雞下去 當然我們把這個 去骨雞腿肉 雞骨也不要浪費 就直接把它熬成高湯 去把它熬這個四層湯 熬出來的四層湯 要把它熬成像這樣子 有一點那種乳白色的那種感覺 泡泡讓它變 在熬煮的時候 讓它開始有一點變大顆那種感覺 千萬就是不要讓它太滾 慢慢的薄...這樣就OK了 熬出來的那種 這個四層湯才會好喝 好 接下來我們又準備了一些 苦茶油的部分 把它放到平底鍋裡面 去把它做一些 做一些微微的一些加熱 好 用了這個去骨雞腿肉 讓它稍微油熱一下之後 我們準備要把它放下去煎 OK 四層湯通常是要熬多久 四層湯的話通常90分鐘 90分鐘的話 它其實就是我們那個蓮子 那藝人 芡食 才會讓它有一點柔軟 才很好吃 好 接下來我們把這雞腿肉的部分 先灑上一點點海鹽 灑上一點點海鹽之後 我們稍微去把它 輕焰漬一下 去把它攪拌一下 記得我們在做這個苦茶油雞 一定要把這個雞肉的水分 把它給吸乾 把它吸乾 煎出來這個雞肉才好吃 才會香酥好吃 對 才會香酥好吃 來 理事長 你剛剛特別提到說 如果是拔丸罐 身體比較需要四神湯 為什麼呢 其實我們現在很流行拔罐 也很流行講一個東西叫做濕氣 濕氣 對 我們剛剛拔罐之後 是不是有看到有一些 像小水珠 對 或者是你罐子上面 也看到一些小水氣 那個是代表我們體內濕氣 被吸出來 就代表說 你身上可能帶一些濕氣 它是一個表徵 我不是說我光是拔罐 就可以把濕氣都去掉 沒有辦法 所以今天介紹大家一個叫四神湯 它可以協助你去把這個濕氣去掉 那真正的四神是哪四神 茯苓 芡食 莲子 三藥 那我們吃四神的時候 常常會吃到薏仁對不對 對... 為什麼呢 為什麼 因為芡食的味道 中藥味有一點重 所以我們多放一點薏仁 它也是去濕的 所以它可以讓整個湯 更好喝一點 然後我們在外面買四神湯 最後不是會下一匙的酒 當歸酒 它是用當歸下去泡的 所以它當歸跟藝人 它本身不在四神湯裡面 可是這四神湯可以幹嘛 四神湯除了說我們講去濕氣 那小朋友這個不吃飯 不長肉也可以用四神湯 它是可以調整脾胃 讓它吸收比較好是不是 對 像女孩子有刺白袋 男生有這個胰筋 這種現象都可以 都可以用這個四神湯 所以它是老少前儀的一個湯品 OK 好 所以拔完罐之後 但是除了飲食之外 那有沒有要多喝水或什麼之類 因為身體比較虛 還是說要多休息 有哪一家要注意的事 因為你的身體的平衡 稍微被調整過了 對 所以你一定會暫時 會有一些血氣循環 比較不足的地方 我們就是用 你拔完罐之後 趕快先喝一杯水 如果你身邊 有這樣子的好料理 你可以多喝幾口 對於你這個水氣的補充 氣血的補充都有幫助 好 來 我們現在雞肉煎一半了 對 我們再煎一半的話 我們準備要翻面了 就這樣把它煎得這樣 恰恰的那種感覺 一樣就把它煎到有一點相色 讓它有一點那種酥脆感都出來 韓妍 我也好奇 因為四神湯真的是家家戶戶 我想大家都吃過 然後也是一個古方 你們有沒有研究過在營養上面 是 其實我們做四神湯 真的就會把豬肚 豬腸這些拿掉 因為那是屬於比較高膽固醇 高油的食材 今天其實我們會建議換成小排骨 那像今天雷師傅用茶油跟雞 其實都是一個低脂的選擇 所以其實滿好的 那我建議大家就是熬完四神湯 你要把那些四神全部吃掉 不要只喝那個湯 因為這些料它有大量的膳食纖維 都可以幫你去代謝一些 不好的膽固醇 所以要整個都吃完 OK 好 那我們接下來要把枸杞的部分 把它加一點 加一點枸杞 加甜味跟顏色 OK 把它放進去 好 把枸杞放進去之後 那接下來我要加一點點鹽巴 讓它提味一下 一點點就OK了 好 接下來我在四神湯裡面 我會加一點胡椒 胡椒的部分把它加一點點 做一些提味 讓它味道的層次更多 好 放進去之後 那接下來我們用湯勺 就把它攪拌一下 其實如果可以在把完灌之後 吃到四神湯當然非常好 但如果第一時間沒辦法 除了溫開水之外 含飲還有沒有什麼建議的 很簡單的方法 平常在家裡頭 也可以泡起來喝 對 其實我們拔完罐之後 你還是要促進循環 提升免疫力 在這邊推薦一個 有大量維生素C的飲料 而且非常的簡單 我們就準備檸檬 薄荷 蜂蜜 簡單的你就把它製成 薄荷 蜂蜜 檸檬水 那我們會選蜂蜜的原因 是因為它可以暖 就潤我們的腸胃 我們剛剛說這些味精等等 滑罐你都會遇到 另外的話像檸檬有大量 維生素C還有檸檬精油 薄荷的話也是取薄荷葉的精油 所以薄荷跟檸檬 你可以稍微用溫水大概泡一下 再加一些冷水去搭配 所以我們這一杯 其實是有點溫的 千萬不要用熱的去拋蜂蜜 大概37度到50度 大家可以試喝看看 所以蜂蜜 檸檬 然後加上薄荷 對 薄荷你可以是新鮮的薄荷 或是我們那種曬乾的花草薄荷 其實都是可以的 蘇星覺得怎麼樣 這好多了 感覺如果在拔完罐之後 喝下這個就覺得 應該是通體舒暢 對 而且有點檸檬的酸味 對 然後這樣薄荷的 一點點清香 涼涼的感覺 陳醫師 你這個味道喜歡嗎 非常好 我覺得這個平常喝都很好 對 他對於平常我們的代謝 或免疫調理有幫助 是 沒錯 其實像我有一個學生他45歲 就是他每天工作得很辛苦 早上5點就做到晚上10點 是餐飲夜 那他其實抽菸吃檳榔太多 我們平常壓力過大的人 我會建議你 就是不愛喝水的人 你就可以來了這一杯 薄荷檸檬蜂蜜水 就可以搭配 好 我們現在料理也快完成了 對 我們這個茶油雞 金黃酥脆感 這樣整個出來之後 我們就把它放到我們這個 四人湯裡面 對 把它放進去 感覺這單吃就非常好吃 對 超級香的 整個都它的香味 苦茶油雞 這樣子把它放進去 好 我們這一道就完成了 對 薄網罐想提升元氣 就吃這道香酥苦茶油雞 佐四層湯 以苦茶油煎至金黃酥脆的雞腿肉 一口咬下美味多汁 更散發出淡淡的藥膳香氣 療癒又美味的食補 你一定要試試喔 看起來就超棒的 我們今天講 顏面神經失調 免疫力下降的時候 可能就會爆發來找你了 你遇到哪一些病人 他是什麼狀況 發病 常有病人就是 整夜熬夜 然後不睡覺 然後又加上就又醃又酒 所以就是要提醒大家 其實身體是自己要顧 對啊 還是要生活作息正常 然後吃好的食物 不要吃食品 加工食品 然後這樣才可以避免這些 疾病早上吃 好 所以維持好的生活習慣 吃好的食物 以及如果真的有狀況 趕快第一時間找醫師 中西合併治療 這樣對大家比較有幫助 健康2.0 我們下次見 拜拜